找了老伴得给我归你的钱 我头一年的工资得给我鼓 给他攒的这三万块钱我攒完了 讲话剩下的钱一裤子一割 咋花都行 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你咋想的我不知道 我这个缺点咱必须说了 就说你有没有房子我印 对不对 你没有啥我都有 我啥都印 但是我这个花我得给这花书名板 因为以后我说啥 因为我亏这个钱亏那钱 那你说整的啥玩意吗 老年相亲奇葩好笑是 动动发财的小手指 点赞关注乐呵呵 更多有趣精彩视频等着你 大妈敢再说委婉点吗 真是不避忽呀 小叔你好你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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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来呀 今天相亲的是杨大爷 七十岁离夜 每月退休金三千五百元 名下无房产 目前租房居住 儿子女儿均已成家 无负担 别看大爷这把年纪 就那个健身棍卡卡不到一分钟 能绝一百来个 掰手腕大爷从来没输过 大爷说了 如果找到老伴 那就是出去旅游当保镖 回家还能把饭烧 你像我经常锻炼呢 是吧 你像晒太阳 早晨七八点钟八九点钟这时候 出来溜的溜的晒太阳 晒太阳咋的呀 这是补盖最好的方式 就像咱俩这样是不是也算晒太阳 对呀 运动和晒太阳最好补盖的方式 真专家都在电视讲过 哎呀这都是养生啊健身啊 对身体有益的是不是啊 对这方面我是挺注重的 啊 是不是啊 咱们也不要什么牌子 是吧 也腰包不算骨 啊 但是我就靠着我身板一一米七十五啊 然后再加上我 这这这这个对健康我注重点 这比啥都重要 你可真能白话 但咱大爷可不是嘴上说说的 这不刚一进屋 就迫不及待的跟红娘展示起来 九十 我的天哪是这 九八九九 一百 哎呀那是这你太棒了 一百个 你试试 这一分钟都没到呢 爸 我联系了 哈哈哈 你说注意注意 我这样动作 动作标准过啊 哈哈 在你一开始就得慢 仨 对 叔叔你猜 我能整几个 你呀那整二十个了不起 那你搞看我了 哈哈 我这不行了 你都不保住 大爷你可别霍霍红娘了 就他那小身板 那不是要老命吗 再一个你 预防老年痴呆 这个舌头 舌头 左右左右啊 就是运动 就是防止老年痴呆 这个舌头 哎呀叔叔 你这养生真是不错 就是你说话 有的人你看吧 他尤其喝酒人 嗯 有时说话就觉得 他的这舌头发硬 嗯 啊 你看我说 哎 特别亲戚啊 就是每天 早上晚上 各各各有一次 哎呀 都锻炼这舌头 哈哈哈 锻炼舌头 对对 锻炼腿 对 锻炼臂 对 对 叔叔那我知道了 你这个是身体好长寿的秘诀 就在这呢 对对 我学着了 回家我也跟着坐 哎呀 这在哪听的威力 没等预防我看你先痴呆了 可别娇坏红娘 大爷这股劲 一般人可是比不了 在生活中亦是如此 养生技巧少不了 我就是说 有老伴 我也不能光指老伴去做饭 嗯 就共同的 彼此之间共同的照应 是吧 哎 能做点啥 咱就做点啥 对 来一起干多好 是不是 热热闹闹的 我不是说那种享受性 嗯 是吧 彼此之间 嗯 互相互处 无情关系的那种 是这样的 咱就是这么说吧 虽然跟我在一起过日子 最少她得多活五年到十年 五年到十年 哎呀 为啥这么说呢 就是在养生知识方面 我可以保证 哎妈 照你这么说 大妈还得感谢你呗 这就开始画大饼了 大爷说了 身体好会养生能持家 还会哄媳妇开心 那就要 要知冷知热 嗯 知道你心里头 舒不舒展 嗯 是不是 哎 就是说怎么样能促使对方 不让她情绪低落 让她都每时每刻都高涨起来 所以说 在屋里不行 她出去溜达去 在咱们这个范围溜达 也可能出去远点旅游旅游 这经常去旅游就是开阔心情 这心情就到了 展示四野 是吧 开阔四野 你说你在新一个地方 你心情又是一样 啊 所以说你 哎 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心情 所以说经常保持良好的状态 啊 你就能长生不老 我活几年 你说我说这对不对吧 太对了 是不是这不道理 大爷自从上了节目 相中大爷的人没有十个一有八子了 可是看过照片后 大爷相中了一个人 接着红娘便去找了大妈 给我个拥抱 对不对 上次就给我个拥抱 哎呦发现怎么又美了呢 美了吗 美了 你看小瓜这带的 是小金鱼啊 这不是 这个不是精彩的吗 皮 皮羞啊 你看我这眼神 我看这俩小眼睛 我以为小金鱼呢 我都喜欢财 为了发财呀 相亲的是赵大妈 六十五岁 丧欧 退休工资一千五百元 有住房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都已结婚 大妈爱美的性格 丑丑这衣服杀金 也少不了拍美照 盈盈看照着照片 哎呀 都是穿的新兴衣服照的呀 哎呀这是你拍的呀 嗯 那都是自拍呀 都是自拍的 因为 你没有相当于拍不了 拍不好 用她拍的自己拍 哈哈 信不着别人啊 盈盈跟我说是吧 那如果再找老伴的话 嗯 想找个啥样的呀 找老伴这玩意就是为了开心 不开心你找他没意思 因为他得说是 你俩话喜欢你 能给你 呈起一片甜 对不对 啊 咱们就是说这头半生也没说是 嗯 相当府 后半生想相当府 找一个能有个依靠 那啥意思 咱说自己没相当府呀 因为吧 我们家那个 有病 三十岁得定了我出血 那家庭的重担不都压在你身上吗 都是我的事 养家的我呀 我总买不做二十年 干过那活多了 大妈前半生也是坎坷 一谈起经历那是伤心不已 几乎没想过服 现在如今渴望后半生 找个能依靠的 按享度晚年过日子 随后 红娘便带着大爷去找大妈了 这两人刚见面 大爷很是满意 但大妈话里有话似的 觉得在往下唠唠 这滑金素对人身体非常好 美容 哎呀 那阿姨咱俩都已多吃葡萄了 看那比照片人吧 还比较好一些 是吗 是的 比照片还好看呢 是的 还漂亮一些 我相送的爷 但是吧 嗯 和电视上就所说他姨不一样吧 这都小事了 主要是我就印准这个爷了哈 呵呵 姨呢你跟我说 长鱼咋样 还行 还行 还行是不行啊 我跟你说行这个事嘛 还行 因为咱说呢 咱说是比上不中比下雨还行 挺好的 啊 挺好的 啊 就是感觉还可以吧 对 可以 可以继续接触 对 你这么说 有底了 是 一般有 还行还行 好像不太满意 这个是还行吧 我的人就直话实说 嗯 要是不行我就告诉你 做地就告诉你 这事绝对不行 这就得了 那我有底了 呵呵 要说大妈相众大呀 那是一眼就心动了 为了今天的相亲 更是早早准备饭菜 酸菜有子了 哎呀 叔叔你吃过这个馅吗 没吃过 这个真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没吃过啊 都吃过 好吃啊 好好吃吃 哎呀 你瞅瞅这菜可挺硬啊 饺子排骨小烧鸡 真是准备挺充饭 随后大妈邀请大爷进屋小窍 不管走到哪儿 就是往一个样品上去看 比如说蜂蜜啊 蘑菇啊 木耳啊 这些类的 那叔叔喜欢旅游不定 我也喜欢旅游啊 马上海南啊 什么甘肃啊 到新疆这一带 就转 我是能走就就走 溜达溜达也挺好啊 嗯 从年轻到现在一般人 跟我掰腕 就没有掰过我的 哈哈哈 这么厉害啊 是啊 嗯 阿姨你跟别人掰过啊 怎么 我照顺他掰过 咱爬上去 要不赢吧 赢了 和哪只手 叔叔啊 如果阿姨用两只手 别说哪手了 左右手和你掰 你说能不能 哪个都行 真的呀 哪个都行 他这俩手 我掰不过他 这单手挺有劲 叔叔啊 你又输了呀 哎呦 他挺有劲 真的呀 他挺有劲 那刚刚我没看出谁输呢 这得有 有的男人都不敢他输了 还挺厉害的 那刚刚谁输了 刚才我输了呗 人家没输了 哈哈哈 因为也是男人嘛 他不得样子女人嘛 是不是 这就是男人的气派了 挺暖的 心情挺暖的 咋说呢 挺高兴的 因为会疼人 咱们所说的 头半生也没疼 到后半生也找个有同友 就是他得不高兴嘛 不得不说大爷 挺会来世 小小的一个举动 不仅证明自己身体好 还让大妈稀微热乎 可是大爷却有个担忧 在我这一生呢 我自知之明吧 可以这么说 我的短板就是我没有固定住所 因为我做买卖 下折腾 折腾把房子折腾没了 是吧 再来讲我工资不算高 我的长处可以说 除了这两样 我就我的这个一切一切 我经得起在人们之中去推敲 我跟谁相处 我都首先就把他们短板拿出来 大妈一听也别跟我扯了 房子啥的不介意 但是我也有一点 你先听听 头一年多吧 得说是亏我 我装修我姑娘都拿了钱了 我要不找老伴呢 这个玩意又是一回事 我找了老伴得给我姑娘钱 我头一年的工资得给我鼓 给他攒的这3万块钱我攒完了 讲话剩下的钱一裤子一割 咋花都行 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你咋想的我不知道 我这个缺点咱必须说了 就说你有没有房子我印 对不对 你没有啥我都有 我啥都印 但是我这个画我得给这画书明白的 因为以后我说啥 因为我这个钱亏那钱 那你说整的这3万元是不是 没有这么办事的 但是 你是把自己工资啊 咋了 还姑娘还是有点厉害的 我现在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咱就所说的 就搞我自己工资还 还不拉倒 所以那个 咱以后就搞活着还 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 你要是有什么想法你就说 我没想法 没有 我没想法 但是这个我认 可是我首先身边啥呢 我不能就是咋俩一结合 咋俩就还这个钱 你说这是啥意思 这事我还真没听明白 大爷这番话 给咱大妈整猛了 你这啥意思啊 这模棱两可的回答 让大妈很是不舒服 大妈觉得我没藏着掖着 都这样跟你说了 你啥太多啊 我说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说 你还姑娘的钱 我没意见 你找老伴的那肯定是 你俩在这住着 是吧 那姑娘的钱给你装的房 我们还是应该的 这个毫无意义的 听明白吗 但是我不能说就是咱俩 我一来咱俩在一起 一开始你就还 这个我不同意 就是咱俩就说磨合漆 有的咱俩确确确实实 能融入到一起 能够到一起 你还 不是说高你钱 高我钱花我没意见 这话能不能听明白 我听明白了 但是我听明白了 那你说这磨合漆 咱就不用说别的 你说那我也不能说 我还是有个想法 不是 那你把鲁丝统走了 你说我这过中两天半 这大伙笑我不见 我跟你说 大妈你可真行啊 啥话都被你说了 这要是换作你 你咋想的 刚才一块就给三万块钱 竞争那阳士 大爷爷表示 只要过了磨合漆 真的情投意合了 该咋办一样不少 现在就是这么大岁时候 我赚你便宜我就走了 我不会那样做 咱俩真是结合了 是还是登记 还是不登记呢 必须登记 咱们说那张纸 不起啥作用 何妨 谁都说不出了啥 如果没这张纸 你是虎混 烂混 对不对 因为这么说 大妈一听 决定先按照大爷说的 随后二妹留了联系方式 晚年找老伴 不一定是一味的索取 想让对方付出什么 而是共同为彼此着想 用真心换真意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